你觉得音乐对你意味着什么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 我在贵州等你 等你和我相遇 就是这样子改编过来 所以说大家会听我的歌会觉得非常亲切 因为你就觉得它就是相应 这个就是地地道道的相应 我去过很多地方 然后就把它写成一首歌 你看整个我们中国的很多地方 我都写了一首歌 然后贵州的歌其实是最好的 录一下一些音乐 像比如说那种民间的 或者是一些学校里面 或者是一些比较独特的人 然后他想以这些音乐作为基调 然后来最后来制作一首音乐 然后他的第三个问题就是 你能不能够帮助他制作最后的这个 完成这首音乐 嗯 可以啊 这个没问题 可能我站在整个人你还能够帮助给她来 一点我不理想 第一个问题,你是从你的腐败学到这首歌来? 我是从小于是在原来那个年代的学会的,从小于是他们又教我唱我这首街道球歌。 第二个问题,你准不准备把这个歌一直交给你下一代,让它一代一代催生下去? 那是肯定也是必须的,因为是滴滴到那里的街道球,我们街道球的民球非常欣赏,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弘扬下去。 第三个问题,应该对你以为着什么?请问告诉你。 开心,快乐。 开心,快乐。 您建议的男朋友,他有一sur 学生的家人 正在讲听一下 Basically,他人在 loca音计划 都是愫,所以呢 有些 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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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穿就近一段 今少遍 由于当时新凯成这位电影的氛围所感动 也决定在十年后将这首歌与自己的作品分为紧紧结合起来 巨末的歌曲运时而起 而那种轻心的感动在画面和音乐的如何后 顿时让观众们沉浸在一片流血着的淡淡忧伤的心境之中 这首歌与自己的音乐 是否会喜欢这首歌与中国的音乐 我认为这首歌与自己的音乐 你开了音乐 你开了音乐 你们还年轻需要的是阳光 所有后面的喜欢的 喜欢这种东西的 既然你们要在这里看就围过来 在那么远干嘛 我们又没有攻击性 平安 平安 所以我们要在一起一起听歌 一起玩滑板收唱 街舞死分没来 但是有三车 比如说Dump Style或者Trap 和Bro Style一种 我现在比较喜欢这种电影 Chi- Mana Ya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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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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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实在我们的演奏当中 除了我们传统演奏的形式以外 我们也有现在的很多音乐形式 电声乐器 包括很多现代的音乐演技 也可以做的 我觉得这也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也就是说多种形式 这种展示 它提供了另外一种平台和渠道 各种乐器 这个效果被广大的人们接受 没拍着 我们来个慢吧 来个慢吧 好 早点玩开 好 早点玩开 看到希望 情绪玩 梦想 密不可分 生活 永恒的 志愿 气泡 禅畅 安逸 超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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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